那我們的題目就是養兔子 那我們的題目就是我喜歡養兔子 那第一年買了兩隻兔子 那當年的12月31日晚上就會生兩隻小兔子 那我們INPUT呢就是裡面有下面題目的年份 就是第一題就是INPUT的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會把INPUT給大家看 那第一題就是第五年的5月25號總共幾隻兔子 那第二題就是第六年的1月1號因為兔子太多 所以我賣掉全部十八分之十七的兔子 請問當天還剩下多少兔子 第三題就是第九年的12月31日晚上增加了幾隻兔子 就增加了數量 第一題就是第十年的1月1號我出售所有兔子 第一隻兔子賣12元請問總共賺了多少 那接下來是我們程式嘛 好先看INPUT的 好先看INPUT的 那INPUT就是我們這些題目 這些題目的年份就是1234題 每一年的年份 喔就第幾年 第幾年的年份 沒有先開程是嗎 你直接開 你直接開 你把它放在哪裡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程式嘛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程式嘛 就是 那接下來我們第一個換個回圈 就是跑前面還沒有賣兔子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這裡面有一點 我們提供年份 不一定會跟我們題目要求的年份一樣 所以我們一開始年份會先減1 就是因為我們第一題是問第五年5月25的兔子 所以兔子是在第四年的年末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回圈其實只要跑到第四年就好 那第五年是誤導你的 那接下來IF判斷是有兩個 就是分別回答 蛤 沒有啊 可是我們兔子生到第四年的年底 好接下來IF回圈就是 回答AMS1跟AMS2 因為我們問的是 問的是 第一題就是問 第四年年底這樣生完兔子會有多少隻 那第二題就是 賣掉了17分之18的兔子 那其實就是除以18 除以18 就是18分之1嘛 那就是 起來在這裡 那接下來第二個話要回圈 正好出鏡 蛤 正好出鏡 正好出鏡 因為 一開始有兩隻兔子 那 極速問題嗎 每年底 正好出鏡就好 哦 對啊 那接下來我們因為賣掉了兔子之後 所以我們寫了第二個回圈 那接下來12月31晚上增加幾隻兔子 那我們就是 就是下面兩個回圈啊 以不是把它print出來 然後就這樣 阿最後就是 因為 我們是第九年 那第十年1月1號 代表又生了一次兔子 所以你要再多乘一次 然後再乘12 再乘12 歐布爾檔名,是歐布爾3嗎? 對 我限定的歐布爾檔名,你們要改一下喔 對,我有限定歐布爾檔名,歐布爾檔名 歐布爾,很好啊 同學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好,來 對 對 沒有算年數 寫的蠻清楚啊 寫的蠻清楚啊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同學的問題 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把自己賣掉 然後 如果 第三個問題是 那 公共有辦法把自己賣掉嗎? 就賣掉啦 就賣掉了 所以你要另外 社會長還是兩個回去 沒有 沒有 第三個原因是剩下來的股市開增 對啊 因為賣掉了,人家真的不敢遠 對啊 還有嗎 沒有 沒有 好,那就謝謝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